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看到前面的那些人了吧 你一会儿就去他们当中找一找 看谁愿意帮我们老板种菜 好的 您不行这些挑选了想吗 这样的事情需要我亲自去做吗 你是不是以为我很闲啊 是 我一会儿回公司开个会 你什么时候找到人 就直接带到公司来就好了 嗯 明白 让我送您吧 不用了 今天你把这件事情办好就行了 什么时候找到人就回来 好 老板 担公吗 老板 担公 老板 担公 对对 我想找一个种菜的 种菜的 不种菜 不种菜 对对对 不种菜 你们不种菜 不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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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们干什么 还有我的菜 我的菜 我这里不可以卖菜 我也不是卖菜的 那也不能占于公共大陆 我只是刚刚把他搬出来 让他们透透气晒晒太阳 看见了就说一会儿 没看见是不知道摆多长时间了 东西我们没收了 要是他不足道就可以到队里申诉 喂 同志 走了 走了 走 你们的队在什么地方啊 我问你们话呢 喂 太过分了 你们说搬走就搬走了 兄弟 兄弟 刚刚那菜是你种的吗 对啊 菜种得很不错嘛 那当然了 我在我们村种的是最好的 可惜被他们搬走了 哎 兄弟 要不愿意去跟我们老板种菜呢 什么 对 我们的菜地是在空中 而且老板会给很高的底薪给你 骗谁呢 那空中怎么种菜啊 你是刚刚就知道了吗 你们老板 菜园会不会很远啊 我要照顾病人的 就在前面 很近的 真的啊 真的 菜园在空中 我倒想去看看 走吧 走吧 我的车在这里 坐我的车走 真的不远啊 不远不远 不远不远 不许骗我啊 不许骗我啊 真的就在前面啊 对对 大哥 大哥 你究竟还带我去哪儿 都说是种菜吧 种菜 你别蒙我了 这是大厦怎么种菜嘛 上机就知道了 你再等我一下 大哥 喂 柳助理啊 你让我找的菜能我找到了 你们在哪儿 我们现在一楼 直接带他上去吧 董事长等急了 好 好的 大哥 这上面真的有菜园啊 对对 上机 你别骗我啊 不骗你 上机就知道了 哇 这谁做的 太聪明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花园吗 你到处看一下 老板等下再来 我先走了 好 太棒了 tongues 一个手 大婶 不能这么教的水 你什么人呢 你跑到这还叫我大婶 你 对啊大婶 这基本的常识你不知道 champions 亭吉语的时候是不能浇水的 你说来听听 你想想看 这是屋顶 它还不比地面 正午的时候 阳光太充足了 你这么浇水的话呢 就直接导致 它们会死的 这个时候 应该把它们盖起来 每一种植物 都是有生命的 其实浇水 早上和晚上浇就可以了 好 我明白了 小伙子 你怎么懂那么多 别的不敢说 种菜是我的强项 太好了 你看我一个人 管这么大个菜园子 这些种菜 这些什么学问 我真是搞不懂 你要是能来教我 你要来帮我 最好了 你愿意过来帮我吗 我当然愿意帮你 但我也不知道 他们让我在这儿等消息 没事 那咱们边干边等 你教教我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那我们先把它给 遮开起来吧 好 好 知道了 真没想到你们公司 这么大 装修得好豪华呀 你不会 连我们明光集团 都不知道吧 真不知道 不过听这个名字 就挺不错的 这是你的合同 我看一下 谢谢啊 甲方按月支付乙方工资 三千元啊 这是第一个月 你试用期的工资 真没想到 试用期就挣不多钱 怎么嫌多是吧 那你赶紧走啊 别干了 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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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板说了 试用期头三个月 每个月三千 三个月以后 干得好的话 涨到五千 五千啊 真没想到 种个菜 也能挣不多钱 真不知道 你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了 种个菜 比公司的白领挣得都多 不过你要搞清楚啊 这不是简单的种菜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项工程 工程啊 现在跟你说你也不懂 你就把菜种好就行了啊 这个您放心啊 包在我身上 种菜是我的专业啊 来 这个交给您 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我穿西装 背员工手册 团队精神协作沟通配合 让我亲自下来 让我迎接他们 到时候 到时候你打电话给我就可以 英文 你好 我想上顶楼怎么去 你 我以为是谁 谁呢 刘星河呀 你穿成这样 真把自己当白领了 不是您让我这么穿的吗 对了 员工手册我都背好了 要不要背给您听 来 你种菜的家伙都带了吗 都带齐了 行吧 走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新河 开工吧 来 我来帮你 大婶 您来了 你还真能干啊 现在这个菜园子 才真正像个样子了 大婶您不知道啊 在乡下的时候啊 他们都说 星河啊 你种的菜 还有庄稼 为什么都是最好的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 因为我有秘方 什么秘方啊 就是两个字 爱心 爱心 对 我觉得爱心最重要了 不管是种庄稼 还是种菜 还是养鸡养鸭 他们都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觉得 一定要用一颗爱心 去照顾他们 去关心他们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星河啊 你是不是病啊 药不能停啊 不能放弃治疗啊 大婶 你是不是觉得 我真的有病啊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没有啊 我觉得你很可爱 这个秘方很有价值 我记下了 哦 饺子 是你煲的吗 嗯 我们中午就吃这个吧 哎 那没有餐具怎么吃啊 就用手吧 用手 对啊 你看 嗯 好好吃 好吃好吃 这个味道就像我当时 在乡下的那个味道 那个时候也是经常 也是没有餐具 然后大家都拿手抓着吃啊 特别好玩 好久没有这样了 那您多吃点 嗯 嗯 怎么了 这盒是留到晚上吃的啊 嗯 不是的 这是我给我弟弟做的 他很久没有吃我包的饺子了 我待会儿就给他送过去 你真是个好哥哥 那您多吃点 我就先走了 嗯 那行 大长 我今天特别高兴 没想到跟你一起吃饺子 让你想想到我们的美好的回忆 再见 大长 再见 我儿子如果还活着 应该也这么大了 来 大长 哎 去把那边也盖上 哦 把这个 来 我来 把这个 这个也得盖上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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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如当年了 以前啊 我自己可以 挑一整蛋的水 到那个菜园子里去浇菜 现在真是不行了 幸亏啊你来了 要不然这些蔬菜瓜果 全都完了 您以前 住过乡下 是啊 啊 那您在城里头习惯吗 哎呀 都来了这么多年了 有什么习惯不习惯呢 你呢 你喜欢城里 还是喜欢乡下老家呀 没进城的时候呢 就喜欢城里头 觉得城里头楼也高 车也多 城里的姑娘也漂亮 不是吗 是倒是 可是进了城之后 觉得什么都变了 还是喜欢在乡下 比较简单的生活 你是有心事吧 没什么 哦 我知道了 变得不是东西 是人 你是为情所困吧 我年轻的时候啊 也曾经是为情所困 为了一个不那么在乎我的人 付出一切 结果呢 到头来 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可千万别像我一样傻 如果以后有人对你好 你就要选那个对你好的人 大婶 今天多少号 十八号啊 大婶 我有点急事 我要先走了 你干吗呀 我要去买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给女朋友的吧 不不不 不是 是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既然是特别好的朋友 当然是要准备 特别好的礼物 但是特别的礼物 在商场里是买不到的 是你自己要花点心思的 如果是我生日的话 我会更希望收到 用心亲手制作的东西 我觉得更宝贵 比在商场里买的都好很多 谢谢大婶 那我先走了 温妈 您就这么喜欢流行格吗 内心简单 有时候就能给人带来 最大的快乐 就只有这个原因吗 不然呢 可是我是那肝儿子 您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我啊 公司所有的事情 我都交给你管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好 过几天 外来公之家的投标竞选 就要开始了 你们准备得怎么样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指示 照着环保的这个主题 做过策划方案了 只是我担心 刘星辰给的这个主题 靠不靠谱 他会不会骗我们 如果我们竞标成功的话 岂不是对他们 有很大的威胁 这只是首轮竞选 大家只是要入围的资格而已 我们公司入围 对他们不构成直接的损失 而且他还可以从我这儿 拿到一大笔好处费 毕竟鹿死谁手 还要看最后的竞价环节 现在我们只是 互相试探对方的诚意而已 这个人还真是 里外都不吃亏啊 他很聪明 也有胆识 就是有点贪心 他一定以为首轮竞标 他们会领先我们 这样他就更占尽优势 可以来要挟我们 所以呢 你要把这份案子做好 一定要彰显我们的优势 和独到的创作 只要我们领先他们 才能反被动被主动 环保的这个策划案 我们已经做了 很详尽的开发 要说还有什么 更独到的见解 一时还真想不出来 刘经理 刘经理 进来吧 这么着急什么事啊 刘经理 我有一个重大发现 要向您汇报 说吧 前段时间我在那个 杂志上看见 外国人在屋顶上建花园 下面的房间呢就会冬暖夏凉 那我在想 如果不是花园 是菜园的话 那那个效果是不是也一样呢 所以呢我就把温度计呢 就放到那个菜园下面的那个走廊里 然后我每天去记录 不记不知道 记得吓了我一跳 那里的温度比其他地方的温度 平均整整低五度 所以呢 所以你看看 你们给我那么高的薪水 我如果有一些重大发现 或者给公司能做一些贡献的话 那我也堆得起你们给我的工资 谢谢您啊 我会把这些 告诉我们老板的 那我不打扰您了 我先去忙了啊 好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原来是这么无聊的东西 你应该感谢他 感谢他 为什么 他给你送来了 你最需要的答案 这就是我说的 独到的创意和优势 你如果懂得善用媒体的力量 你就一定能漂亮地赢得这一仗 游戏可 你跑哪儿去了 记者马上就到了 给你准备接着采访 什么记者 为了宣传我们这个空中菜园 我特地请了记者来采访 不会是采访我吧 当然是采访你 主题就是 节能环保新风尚 我对这镜头可能就不会说话了 你放松一些 你就讲一下 你是怎么打理这个菜园的 还有讲一下你跨线的 关于温度的秘密 从今天起 你就不是我们公司雇用的菜笼 你有新的职务了 职务 我这已经没电种东西了 不是职务 是职务 你已经是我们公司的 环保形象大使了 柳经理我还是没听明白 我的样子能够做 形象大使啊 今天就是你的电视首秀 记者已经到楼下了 马上就上了 好好表现 表现好的话给你涨工资 我还有事 我先去忙了 我很快就好啊 啊 住行象大使 职务 啊 涨工资 很快 哇 真没有想到 这儿真的有一些 空中菜园呢 哦 好神奇啊 子彤 大傻瓜 刘清禾 你跟踪我 我没有跟踪你啊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哦 原来他们让我采访的人是你啊 哦 对啊 只要我就去了 子彤啊 你听我解释嘛 对不起 什么呀 别解释了 现在工作呢 不谈此事 哦 对了 我把礼物给你 不用了 我不用了 下次再说吧啊 你站在这里 站好了 我 这是背景 来 小马 那个麻烦把机器准备一下 别动啊 别紧张 别动 那个 呃 你呢就看着这个镜头 别紧张 一会儿红灯亮了 你就说话啊 知道不 哦 那绿灯亮了怎么办啊 这没有绿灯 那说什么呀 我问你什么你就打什么 退后一步站好 哦 我问什么你就打什么好玩 别紧张啊 走 走 好久不见 对啊 好久不见 第四届受采访吧 对对对对 你跟我一起做三遍呼吸 好吧 第一遍 吸气 呼气 我让黛主任派你们最好的记者来 没想到是你 行了 你就别赖这套了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确实是我点名让你来的 毕竟采访的是你的老朋友 柳星河嘛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呼气 这是我们空中菜园的负责人 刘星河先生 你别说这星河种的菜 还真是不错啊 毕竟从小就是干农活的嘛 对啊 星河做什么就是有模有样的 种菜也好 做人也好 对吧 星河 子彤 听说你结婚了 真的假的 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看来是真的了 我真的是想不明白 是谁娶了我的女生 看我干嘛 刘星河 你嫁给了她 我万万没想到 我输给一个种菜的一个农民 农民怎么了 没错 我们俩就结婚了 祝福我们吧 刘星和我那天问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 你连说出来的胆量都没有吗 子彤 是不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跟你提结婚的事 你这么着急嫁人 你跟我说啊 你何必这样糟蹋自己 你别这么说子彤好不好 我们俩是假结婚的 什么假结婚呀 咱们都是民政局办的 怎么就假结婚了 我们不是马上要去办离婚吗 离婚离婚 你就那么想离婚吗 那好 你要想离婚 那明天就去离吧 子彤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解释了 我知道你就是想跟一朵结婚吗 那你就去跟他结吧 看来这个事情还挺复杂 子彤这个采访今天要不然就 改天吧 不好意思 是 我的情趣不好 刘助理 我们开始吧 刘先生 咱们的采访要正式开始吧 子彤 子彤 我们的形象大使啊 好好接受采访吧 咱们这就读不欠识了 你能在哪里 要不测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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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就这些人 不测识的 要不测识的 要不测识的 明天可能是 最後一次上班了 待會兒我就去辭工了 為什麼呀 你是不是嫌賺得太傻 這裡人工挺高的 我想以後 再也找不到 這不好的工作了 那你還要走 家人反對 家裡人反對 那你是怎麼想的 其實我特別喜歡這份工作 但是為了家庭和睦 我也沒辦法 你再考慮考慮吧 你要是走了 我一個人 還真弄不來 這麼大一個菜園子 但是你放心吧 老闆很快就會找到新的人 來取代我的 你知道嗎 在你來之前 這裡至少來過十個人 但是沒有一個人做得好的 你是唯一一個 能把這裡打理得乾乾淨淨 而且種的菜這麼好的人 我想大概就是因為 沒有你說的那個秘方吧 大婶 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不過你放心 我會經常回來看你的 我也捨不得他們 立刻 不論是否